三重区正义国小今年参加三重分区语文竞赛 不但老师和学生表现优异 在各项竞赛当中也拿到了不错的成绩 学校还夺下了团体总成绩第一名 以及团体精进奖第一名 每年的学年一开始就是一连串的语文竞赛 今年三重正义国小参加三重分区比赛 拿到了团体总成绩第一名 以及团体精进奖第一名 今年我们又再度拿到团体奖跟精进奖第一名 但是这一次跟我们上次两年前不一样 是因为我们这一次得奖的小朋友已经多达八位 加上老师三位 十一位 后来有九位的师生参加试赛 后来有四位小朋友又得奖 所以说这一次的成绩是非常丰硕 展现我们正义国小平日有关于我们国语文 跟各个语言的一个教学 阅读写作的一个成果 那其实我要感谢的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这次正义国小不但团体总成绩相当的亮眼 五年级的王宇杰同学也拿到了 闽南语自音自行的第二名 另外闽南语演说指导老师 也花了很多的心思协助准备 那个时候暑假的时候一个礼拜就平日的时候五天 然后每天老师都会陪我一起写两百字 然后一百字是写就平音然后写国字 一百字是写国字写平音 那你有想到说自己可以拿到这么好的成绩 没有想到 期待 高兴 最主要是他们自己本身要有努力 因为我们老师也只是站在辅助的角色而已 当然他们有什么需要协助的 就尽量帮他们找资源来给予协助 最主要还是小朋友自己回去肯练习 因为像这次参赛的这个小朋友 他就会说他晚上回家的时候 睡觉前还会再想一下怎么练这个稿子 怎么样放入自己的感情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其实小朋友自己的训练 就是最主要是要他自己肯练习 最后不是害我摔的够知识 不然就是又跌到草丛里面 而爸爸总是在一旁 不断的提醒着我 无论是国语演说 闽南语演说 还是字音字形 作文或写字 老师们都相当用心指导 而学生也在比赛场上 确实发挥了自己的实力 才能有如此优异的成绩 记者陈明辉 林景瑜 三重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